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乐天集团为大家呈现的新年的菜肴 那我们都知道乐天是老招牌了嘛 那其实乐天已经成立了多少年了 已经是56年 好啦 我们就说了这么多了 我们就先来试一试我们这个乐天属下这个 这个乐上海的新年菜肴啦 是 首先呢 首先呢 就是我们这一排 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排的饼子是什么 这个是乐上海炒饭 哦 上海炒饭 那就是有那个甜甜的味道 有个脆脆的原料在里面 我就问师傅 你什么东西让我们那么回味呢 就是那个油鱼 嗯 味道很香耶 它真的很香 其实刚才送上来的时候 已经嗅到那个香味扑鼻了 然后它上面的那个鱼干是吗 真的很甜 搭配起来很好吃 而且国外面的真的很不一样 带上那一层次的甜味 加上咸味呢 加在一起 两个层次呢 感觉就像天作之和耶 嗯 然后它的虾子也是非常的新鲜 那下一道菜呢 我们就来吃 这个虾球它是什么名堂呢 这个菜叫做哈哈大笑 哈哈大笑哈在广东话叫做虾 有看到除了这个虾它有蛋黄 然后呢 旁边的salad也是蛮开胃的 所以这其实是两种不同口味的 所以这个呢 其实是咸蛋黄吗 咸蛋黄 咸蛋黄 还有其他的成分大家研究一下 吃起来呢 统统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虾够新鲜 而且呢 非常非常的弹牙 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咸蛋黄的味道的话 这个是非常的香 还有就是呢 它们这个 我觉得很特别 它们呢 就是用了这个tomato 做成一个碗 然后里面就放了这个 哈密瓜 salad 加那个虾 加上它们有这个杏仁 你吃进去的时候脆脆的感觉 因为你吃起来不会腻 然后再搭配整颗的tomato 这样吃真的很过瘾 所以我们还有这个食酥 对不对 它是什么名堂 它名堂是四季酥 它是一个一年四季都吃得到的菜 所以它的纤维相当的高 哦 我看到上面有很多的那个杏仁片 还有油鱼丝 而且很多时候呢 吃到这个蔬菜嘛 最怕是什么 蔬菜软掉 不会酥酥的 可是这个煮出来了 每咬一口就脆脆的感觉 通常外面吃蔬菜都会偏咸嘛 对不对 但是这个因为它就加了马蹄 所以它提升带出那个甜味 所以这一盘菜呢非常值得大家去试一试 哇 在我面前的这一道呢 刚才我闻到它味道的时候 已经是颇不及待想吃了 就是盆菜对不对 盆菜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里面有什么材料吗 好的 土鸡蛋呢是它的主要的肉食在里面 那么接下来呢 好海味呢是主打的它的味道 有这个海鲜 有鱼票 然后还有鲍鱼 还有这个干贝 还有这个青蚝 哦 有青蚝 对 然后呢海鲜方面呢我们有放虾 然后呢菜方面我们有放那个 长白菜 就是井白 那据我所知其实这个高汤的部分呢 你们是用鸡骨 还有就是这里所有的食材去熬煮的 对对对对 哇 那个汤真的是很浓稠耶 在外面很少能够喝到这一种的汤头 毕竟熬煮了五天你知道吗 哦 超好喝的哦 哦 我还看到有那个发菜 发菜在新年的时候一定要吃 就代表大家会发大财 对不对 然后呢因为它也是有那个白菜嘛 对不对 它那个白菜已经是炖到非常的软烂 用碗的浓浓的精华 就在于这个盆菜里 所以大家呢记得一定要呢 要的话马上预定 因为这个呢不是你现在就要去 而且呢你可以带回家自己熬耶 在吃团圆饭的时候怎么能够少得了捞生呢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我们马来西亚人最爱的就是吃捞生 那Mr.Eugene 这个捞生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我们要捞得风生水起 那么我今天介绍呢是日本式的鱼生 你看海鲜呢我看到的就是鱼生 就是那个萨门 三文鱼 然后呢海带 紫菜 还有这些 芋头丝 番薯丝 还有马铃薯丝 最后呢我要上两个酱料 花生酱 花生酱 还有这个酸梅酱 加上这个 那个柠檬汁 那这个呢同样的是如果 客人们要预定的话也是需要预定嘛 是可以 半天预定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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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今天非常开心就来到 乐天祇团属下的月上海这里吃了他们年菜 非常感谢Mr.Eugy 就为我介绍 谢谢 那下一集呢我们还有一集的年菜介绍 不要错过咯 只要知道我们会去到哪里的话呢 继续留守爱上几米饭 油脂好米 尽赞演技 恭喜恭喜 我告诉你 除了要记得准时收看爱上几米饭的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赢取奖品哦 你只需要同时like and share tfm 和联系面子书的视频并发表评论 我们将从中抽出五名幸运者 每人可获得一包10公斤 2024年浓年新春包装的 联系蝴蝶泰国香蜜 和一张价值100令吉的餐券 需符合调规 优质好米 精彩甜心